這個球 中間方向的飛球 打得相當深遠 這個球 三分泡 12強棒球賽中華隊無緣八強 博達師兄的開轟能力 球迷印象深刻 尤其是林志勝在賽後 寫給隊友的鼓勵性 更讓外界感動 現在也隨著12強落幕 表框後成為意賣商品 目前出價標迫6000元 一個房間塞進去了以後 他自己都沒有留 全部都沒有了 然後後來我們是問了宇勳 請宇勳捐助這一張 球員的愛心不落人後 除了大師兄的鼓勵性外 中華隊這回意賣的商品 包括球衣 球鞋多達40種 從26號晚上開始競標 一直到12月6號截標 目前的人氣商品 包括12強表現神勇的 郭俊玲專屬卡通手套 出價標迫了25000元 還有決定卸下國家隊戰袍 高志剛的白色球衣 出價也來到2萬元 高志剛前面 真在國際在16年 那在16年間就是 大家有點記得一句話 就是優勢高志剛 在日本的時候 他比賽的商品 是威尼熊的 為這次12強 有特別幫他準備一個 應有版本的 球員工會表示 2013年的經典賽 是第一次國際賽的意賣 當時總共募得了73萬元 其中最高單價 就是彭正銘的使用球棒 標出了16萬 工會希望今年的12強賽 能拋轉羽域 打破紀錄 也為基層棒球 募得更多基金 謝謝神家大師傲 台幣上不到